你知道什么是勤募驴吗? 没错,这就是惩罚风流女子的一种酷刑 据说女子在接受这项酷刑的时候 整个过程痛不欲生 甚至有些女性因为行刑时 故于暴力竟然直接去世了 那一些侥幸熬过此项酷刑的女子 声称在行刑结束以后 双腿软到下不了地 那么这项酷刑到底有多么残忍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勤募选丽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根据一些仪式的记载来看 齐募驴这项酷刑最早的时候出现在宋朝时期 它主要就是来惩罚 勾结金夫将自己的丈夫谋杀致死的女性 像这样的女性一旦被官府抓住 就会被失以齐募驴这项酷刑 而这个所谓的募驴圆形 就是由一面圆长而又弧度的木板作为背面 然后在下面安装上四条可以随时移动的驴腿 然而这还不算完 在这块木板的中间会安装一根两寸粗 一尺余长的木棍 在行刑的时候就会将女犯人直直地按到木驴身上 待到女犯人坐下以后就会用一根绳子将它拉起来 再次重重地放下 随后再重复以上的步骤直至长穿阻滥 不过除了上面讲的这种行刑方式之外 还会有不少女性骑着木驴游街 在女犯人游街的时候 双腿会被大铁钉硬生生地钉在木驴身上 而且全身的衣物也都会被扒光 或者不说在古代那样的男权社会下 这样的行刑方式不亚于杀了他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对于这种刑法还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什么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